前为阳 坤为阴 天为阳 地为阴 太极往复 乾坤何意 无疾不灭 生生不息 师祖 我 玉京已经明白心如止水了 以往 我执念太深 急于去从别人口中弄清真相 反而是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如今弟子会继续追寻真相 不管结果是对是错 我都会坦然面对 吴党山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这里 最重要的东西藏在这里 终归原处 终归原处 一切回到原点 一切都在原处 那我们快找找暗阁 或者密室什么的 不用找了 这藏经阁 都是由无相掌门亲自布阵的 若是没有提示 很难在这茫茫书海中找到东西的 那怎么办呀 你手里面的字条不就是提示吗 一画而生 又画而死 解其天涛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就在这里 在这里 根据无相掌门的提示 是先生后死 先找到生门 然后再入死门 解其天涛 堕其天智 分忽晚忽 魂魄将往 这是牵挂所在的位置 我们真的找到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快看看里面有什么 有东西 拿到了 水灵姐 你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很聪明 我们快走吧 怎么又是你这个老女人啊 你说什么 我这辈子最恨人家 在我面前提这个老字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 我再说一遍啊 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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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了 你 你这个老女人敢打我 乔儿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你这么没有夹缴 我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 你说呀 这么能说你怎么不说了 说 说呀 好了 五娘 正事要紧啊 臭丫头 真当我没脾气呢 我先看 好了 放回来吧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他们只说让我们拿淳阳无机功心法 没有说要拿这个七十二五夺命剑法呀 到底还是你精啊 那当然了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二爷啊 我们就这么走了吗 不给两位姑娘留点什么 那怎么行 二爷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你们两个要干吗 啊 只可惜呀 这两丫头 一会儿就要变成灰了 香灰 走 郑铁杆 郑铁杆 唐二 这么大的人欺负两个小丫头 丢人 老贼 还我先捕 臭婆娘 真是贼喊捉贼呀 丢人 姑娘 走 走 死老贼 爷爷 还是我扔铁杆的孙女王 连半个婆子都对付不了 是他们先偷袭我们的 是他们先暗算我们的郑爷爷 对啊 快走 走 走吧 你们取了这么长时间 着火间可有发现 有 没有 差一点就有 只可恨那个正铁港突然间冒出来 是啊 我们二人不是他的对手 苦战了一个多时辰 都未能阻止他放火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 从火里抢出这个盒子 未经掌门许可 不敢擅自打开 这是武当的出击剑铺 连出入扇门的孩子都会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阴谋 一定是陷阱 他们故意固弄玄虚 故意让我们拿错剑谱的 这 这全都是吴孝的阴谋 他宁可全都给烧了 也不会留给咱们 吴孝 已经如此对我 休怪我不念同门情分 来人传领下去 把武当山所有人 带到演武场去 是 你 父亲 你说吴亮和吴相反目 你说吴亮对你是言听计从 也都是阴谋吗 父亲大人 吴亮本已完全投靠我们 因为我答应让他做掌门 现在父亲亲任掌门 吴亮便没有投靠我们的动机 父亲大人 孩儿认为 吴亮与吴相反目不是阴谋 好吧 吴亮交给我 你去对付毒刑大盗 郑铁岗就交给你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是 好 藏经阁毁了 放心吧 孩子们 咱们早晚重建藏经阁 爷爷 现在满山都是锦衣卫 这里不安全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好 走 走 休想走 快下山 爷爷 快走 这山上山下都是我们的人 你们往哪儿跑 不自量力 那我就先解决了你 走 走 巧儿 他们人多 咱们得去帮衬爷爷 他们不是我爷爷的对手 我们在 反而给爷爷添乱了 快走吧 看不出来 你这老教花子还有点能耐 少废话 放马过来 你以为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 那两个小姑娘就能顺利下山吗 疯婆子 你以为我的孩子们是被你瞎打的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别跟他废话 不跟你们玩了 追 追 你们这是祥王哪儿跑啊 小儿 别管我 你快跑 某一语 你一个大男人抓女人算什么本事 你放入水灵节 还敢过走 快走 你打不过他的你快跑 水灵节 你等我 我去找爷爷 停 停下 玉京 怎么停下来了 不行 我眼皮一直跳 我 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姐 就过这事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你姐姐和不悔师太在一起 再说了 郑老前辈和巧儿也在呢 没事 掉头 回武当山 我要回去接我姐 姐们 玉京 你以为现在的武当山 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就凭你的身手 莫非是想让蓝姑娘来保护你 我现在剑法是有些差 不如这样吧 我们在这里停留几日 对 切磋剑法 等你剑法有所进步 我便陪你一起回武当山 去接蓝姑娘 怎么样 好 往前去 好 哪儿 一直由老吴相一手掌管 陈阳无极攻心法呢 这个呢 是武当之宝 自然也在老吴相手中 那他现在在何处 这个 贫道并不知晓 老吴相定是早就做了安排 我再想寻找无疑于大海捞针哪 贫道呢 倒是有些许线索 讲 前几日无相曾经密会图孙蓝玉京 假借诸出山门的名义 早早安排逃走 这无极攻的下落 不过 会不会与这小子有关呢 蓝玉京去下何处 听不及说 他去了少林 少林 这蓝玉京素来顽略 前几日呢 因偷尸红丸 导致内力失衡 受了内伤 若想救其性命 需写得条理 内息之法 而此法 只有少林才有 我又输了 玉京 想打赢我 那是三两天的事 东方大哥 小儿 你怎么来了 无相掌门先世了 牟沧浪占领了武当山 而且武当山所有的弟子 都被他抓起来了 师祖爷爷 先世了 不行 我得找牟沧浪报仇去 玉京 不行 你不能去 你哪儿都不能去 蓝玉京 就凭你现在的身手 怎么为无相掌门报仇 武当将王 我身为武当弟子 难道就眼睁睁做事不理吗 玉京 蓝玉京 你怎么还不清醒 无量长老不惜道仗 不悔师太 他们哪个武功不比你高强 他们也救不了武当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死为要死在武当山上 你不能回去 玉京 你不能去 爷爷谦叮咛万嘱咐 你不能回武当山 我 我怎么也得再见世祖爷爷一面啊 他老人家养老我那么多年 我不能不忠不孝 玉京 你呀 怎么就顾你本无相长老的一番苦心 他逐你下山 就是为了让你远离是非之地 看你呢 骗你了回去送死 你连他们家最后一番苦心 也辜负了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 你不能冲动 冲动就做傻事情了 我怎么也得给他老人家送周爷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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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儿 我没事 师祖爷爷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 金儿可怎么办呀 爹娘也死了 你也死了 往后武当山 我还能一口谁呀 你from A 你以为他在打 is 你没挤 你不敢打 你你不敢打 就冲动都不敢打 你连我都打不赢 有什么资格跟牟沧浪拼命 东方呀 你混蛋放开小爷 你 叶兴 你不要再师命不悟了 东方大哥 师祖死的愿望 我 我不能给他送中 我这辈子都不能信啊 无相掌门在乎你这点礼仪 他交代给你的重任 你完成了多少 你承诺了却没有本事兑现 这才真的让他死不瞑目呢 你知道吗 无相掌门的死是有意义的 他是为了武当死的 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保全武当 数代弟子的生命 保全武当数代人的基业 可你呢 在武当白白活了十八年 你为武当做了什么 所以说 所以说我是个废物 我是个废物 师祖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武当 好了 好了 玉京 玉京 武当此难再劫难逃 我们现在如果回去 也是无济于事 什么也改变不了 既然无相掌门 爷爷都不让我们再回武当山 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翘儿姑娘 你说得对 现在武当这么乱 蓝姑娘如何了 对了 我姐姐呢 我姐呢 我告诉你水灵姐的下落 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冲动啊 我姐到底怎么了 她被谋英语抓走了 果然不出所料 难怪我一直心里不安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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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激动 待我们想想办法 等想出办法 我姐倒就没命了 那也得先听小儿把话说完哪 谋唐让她想要的是武当秘笈 这本秘笈不在水灵姐身上 所以说水灵姐现在是安全的 她暂时没有危险 原来她们是冲往来的 都怪我 都是我不好 我害了我姐 巧儿 玉京 你们先去少林寺 我去武当山救蓝姑娘 万万不可 东方大哥你不能回武当山 现在某一语到处在派人抓你们 你如果现在回了武当山 不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吗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水灵姑娘不管哪 我们当然要救水灵姐了 我爷爷已经说了 他自会想办法 一定会救出水灵姐的 当真 当然 难道你不相信我爷爷吗 郑爷爷的武功没得说 爷爷已经跟我说好了 我们两个会时刻飞鸽传书 一旦救出了水灵姐 他会第一时间带水灵姐来和我们会合 好啊 玉京 这回你放心了吧 师祖采天之灵见证 今日起 京儿定苦练武艺 完成师祖重托 再回武当 为师祖报仇血恨 祖宏 祖父大哥 你愿意替我糾正错误的剑法吗 我 玉京求你了 玉京啊 你我一同修习剑法便是 好 玉京 你我一同修习剑法 我一同修习剑法 我一同修习剑法 你把他的剑法带来 你把剑法带来 你把剑法带来 我当时的剑法带来 我一同修习剑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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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小心了 我马上就要是说白蛇吐信 神龙百尾中魁仗剑罗汉降龙了 来 接招 你这白蛇像白手 中魁像小鬼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剑法 孙月 苍松吟客 玉京 信念坚决才可攻必克 战必胜 剑制要旨乃随心而动 明白了吗 好 再来 东方大哥 你的武当剑法确实高明 这些日子小弟得以肥浅 谢谢你了 玉京 玉京 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大哥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谢够了没 好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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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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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剑法可有进步 玉京 玉京 你现在的剑法突然间大有长进 这内功也精进了不少 定是你体内的红丸发生了作用吧 这次算我们打平了 东方大哥 几天前你说过 若是我真的进步了 就不再拦我回武当 你还想回去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师祖了 就不会半途而废 现在首要任务 是去少林寺治好我的内伤 然后再回来接我姐姐 一起去寻找 当年续案的知情人 玉京 你不仅武艺大有长进 你的修为也精进不少啊 大哥 难为你和巧儿一番苦心了 对了 这个呢 是我这些日子剑法长进的秘密 送给你了 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 对 东方大哥 你处处替我着想 还陪我练剑 我当然要知恩图报了 好兄弟嘛 就要有福同享 玉京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东方亮的好兄弟 好 来 亮表哥 见信如物 你我分别数于日 却如同数于载 望你见信后十二时辰内 到白海城见我 不可晚分毫 否则我将以死明至 表妹燕 这个鬼丫头 驾 不可不得了 我就在这儿等她十二个时辰 不信她不来 小姐 若是东方公子不肯来呢 瞎说什么 她敢不来 她要是真不来的话 我就回昆仑山叫人 绑也要把她绑到我身边来 坐 驾 驾 你看 好漂亮啊 来 驾 驾 客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翻过那座山 应该就不远了 可算到了 已经到白海城了 你就再坚持几天 我们很快就能见到蓝玉京 你到底要拿我要挟他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只要他肯乖乖地把东西交给我 我保证不会伤你们性命 他能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没跟我说 我不会说你要挟他 若是信你 那样只会害了玉京 恐怕这由不得你吧 还要是你 他不会想要我 不应该想要你 你想要我 他能够帮你 我又想要我 你想要你 小心 小心 凤凰 武当剑谱是蓝玉京给你的吗 看来这小子身上 不光只有一本无疾功啊 上废话 把剑谱还我 怎么可能 小心 小心 你还找了帮手 你没看他连我也说呀 这到底是你从哪儿招惹来的仇家 看来这霓子真生气了 看来你知晓对方的嫡心 我倒是有些好奇 说来你可能不信 这个仇家应该是来救我的 救你 别怪我没提醒你 再大的阵仗 也没来的人的脾气可怕 东方亮 你给我出来 东方亮 你给我出来 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 打得头破血流 这还好 表哥 你可真忙呀 别理他 她是个人来方 这么快就有了新欢忘了救人了 燕儿 你瞎说什么 你为什么护着他 你跟他这么亲密 我刚刚就应该射死你 救下一个中了剑的死人 有什么意义 我的剑 你不是总能躲得过吗 那是闹着玩 你一个人一直见我能躲得过去 你这么多见一起射我 难道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 我倒希望你能受点伤 这样好把你捞回去 陪我多玩几天 你知道我出来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了 怪不得武当山下你能够待一年 昆仑山顶却半天都留不得 你 你是西门牧的女儿 没错 我就是陆陵盟主西门牧之女 西门燕 原来是西门姑娘啊 久仰久仰 在下是谋依宇 谋依宇 别假惺惺了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这牟家少爷到底有什么本事 敢动我西门甲的人 丫头 你爹早已不在人世了 若是你爹真能把他的盟主之位 带进棺材里 我还真怕你 少废话 你那爹 你那爹削尖了脑袋要控制武当 想撑霸武林呢 츠公 让他 手 用 干 我 你 走 这丢剑如断头 若以此理 你的这条命 此时应该归我们了吧 表哥 抓他的人是我 剑 还在我手里攥着呢 和你有什么关系 西芬燕 你这是干什么 你走吧 多谢 西芬燕 你不能放他走 站住 必须得我送你出去 他们才会放了你 不过我跟你保证 只要有我在 谁都不敢为难你 走 西芬燕 东方大哥 西芬燕 要是不放牟一余走 只怕武当山上 便又要有人受难了 若以此理 更不能放他走 口作为人质才对呀 你也知道那牟苍浪 有何等成福 是个什么毒辣心肠 若是他儿子有了危险 你觉得 他还会放过那些 无辜的道长吗 fu 哎 你不要选了 尘意 小雅兵 又不是有任何力 放在 无辜的 你看 和吴吉掌却无义人传承 那是不是有人故意装作不懂 那倒是不行 为了让他们就范 我还有意出招去试探了一下 为此还上了几个道士 可是始终不见他们出招啊 的确如此 许多弟子只是普通的习物而已 根本没有深造的能力 大人 这蓝玉京在夏儿山之前哪 曾经密会过无相 这秘籍会不会是 掌门 少主飞歌传书 拿来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管我要帮手 你与那边好相 出了点岔子 你们马上下山 火速赶去 增援他 是 大人 你看此事 是否我也带几个弟子前往呢 没有必要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 是 是 来 客官 里边请 请 好 请 好 请 好的皮子 慢走啊 让一让 让一让 有坐着吗 有 来 里边请 来 慢走 好 来 你瞧瞧 都是刚到的 快点吧 看看吧 糟糕 看一看 再看看 好 公子 让开 表哥 我最后问你一句 跟不跟我回去 恕难从命 走 站住 你我从小青梅竹马 十多年的感情 竟然比不上一个你半路遇到的野女子 好好说话 动辄出言不许 小心辱没了你们西门家的名声 我又辱门没 那你呢 撕毁婚约 背信弃义 你还记得你们东方家的家训吗 言信行果 这四个字你守住哪个了 燕儿 我一直把你当做妹妹对待 自问这言行间 不曾有半点隐匿误会的地方 这言信行果四个字 我当得起 倒是你 若再如此放肆 我这做兄长的便要带你母亲 行殉岛之责了 想要管教我 行殉岛 行殉岛 你闹够了没 是 别闹了 小姐姐 表哥 表哥 你 我们从小一起练功 你的招式我了如指掌 这攻破之法自然也很清楚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你小时候那么疼 我对我那么好 你什么事都让着我 你现在 表哥 我娘说了 我这鞭子是专门治你的 待我使出了飞鹰剑法 纵使你鞭子使得再好好 我也只能当花拳绣腿看了 好大的口气 那我们就试试吧 来吧 这回认输了吧 好 燕儿 你生气了 燕儿 我 我跟你闹着玩呢 燕儿 这种仗器 这种仗器 又来这招 纰儿 燕儿 燕儿 这不能够坏说 表哥 我给我给我 姨母 救命啊 姨母 燕儿 燕儿 这么多人在这儿呢 别哭了 表哥不好 表哥错了 看这么多人在这儿呢 鞭子 鞭子 鞭子给你 燕儿 别哭了 表哥 你真的不肯跟我回去吗 替我向义母带句话 如今这天下动荡 武当派不能幸灭 昆仑派一难独善其身 还望义母早日做打算呢 可是 够了 直亮 我们走 昕明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不肯跟我走 就是为了跟他相好 你瞎说什么 快把人放了 我没有瞎说 我告诉你 你我之间不成亲便成仇 今天你这个宝贝人 我必须接走 如果你想救他的话 就乖乖跟我回去成亲 走 西门夜 西门夜 公子哥 公子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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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什么人 郑老前辈 来 把马拴好 好 郑老前辈 你就这么放心 让水灵跟他们走了 郑老前辈 您都知道了 你那个表妹太厉害了 旁人铁定是降伯助她 她从小被浇灌坏了 我真拿她也没办法 那 水灵呢 郑老前辈 您大可宽心 她虽然被浇灌坏了 但说到底 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 不会伤害水灵分毫的 其实 你是想让兰水灵先去昆仑山躲一堵 这眼下武当派正与兰家姐弟为难 若水灵跟随我们在外奔波 这处境十分凶险 昆仑派向来与眸家不和 眸苍朗绝不敢带弟子任意袭扰 因此晚辈觉得 对于水灵姑娘而言 这昆仑山反倒是她的好去处 也不知西门夫人是什么态度 郑老前辈 您大可宽心 这西门夫人向来明世里 又深知自己女儿的脾气 绝不会任意偏袒她 只要水灵将事情的阴友原本道出 西门夫人一定会尽力护制 不会让她吃苦的 如此甚好 正来前辈 您就放心吧 晚辈也是做过一番权衡之后 才如此决定的 好 不错 年纪轻轻却颇有诚服 比老头子想得还周全 这次算老头子我瞎操心了 多谢前辈谬赞 那接下来 这晚辈该做何打算哪 这晚辈之前败在牟义宇手下 这玉京慷慨相赠的七十二路夺命剑谱 被她拿去了 晚辈心中好生愧疚 我必须先找到牟义宇夺回剑谱 再与玉京会合 你是想夺回剑谱 你大可使一招 从此之中 那要自己给她的一招 那一招 这一招 你应该有的 我必须要有的 那一招 便不难寻到他 好啊 好 这昆仑山日后必出奇才 多谢前辈之路 好 那老夫便不管你是黄雀还是飞鹰了 毕竟我那边还有两只小缠儿 更加不让我省心 站好了 干货了啊 咋啦 前辈慢走 十八年前的乙庄大血案 确实是个谜团 好吧 我就告诉你 愿席而恭听 蓝玉京 你本不姓蓝 你的生父叫耿京氏 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二弟子 你的义父 布齐 原名叫葛振军 是大弟子 你的母亲叫何玉燕 是何其武的独生女 当年 何玉燕和葛振军 原是有婚约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母亲却不顾廉耻 跟着二师兄耿京氏私奔跑了 什么 私奔了 两个人到了辽东 不仅背叛师门还叛国 做了金国奸细 后来回到武当山 为努尔哈赤刺探军情 什么 我爹 是叛国奸细 不错 可惜他们运气不好 事情败露 我爹 耿京氏 就刺杀了你的外公何其武 那葛振军怎么办呢 没办法 他只好以门规处置了耿京氏 你母亲当时啊 刚刚才生下你 不过却难产而死 何家满门 就剩你一根独苗了 玉京 这女人的话信不得 我们不听她胡说八道 我们走了 我怎么不胡说八道了 母娘 你继续说 好好好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 葛振军呢 于心不忍 所以就把你带进武当山 抚养成人 你不要在湖边乱造了 我怎么湖边乱造了 这可都是姑奶奶当年亲眼所见 绝无半句虚言 你们爱信不信 你也是可怜的 糊里糊涂地 白白活了这么些年 可怜的孩子 这不可能 朝五娘 你闭嘴 嘴巴长在我身上 你管得着吗你 玉京 你别听她的 你别听她的 对了 你身上 是不是有那个 无相真人的秘籍啊 你想干嘛呀 她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在问她 又不是问你 我是为她好 你们懂不懂啊 身为叛徒之后 想要赎罪 那就赶紧乖乖地 把秘籍交给她义父不齐 好替她父亲 洗刷这个罪孽 懂吗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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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她发什么法 老天爷作证 我可一根寒毛都没有动头啊 玉京 玉京 好 可惜了 这山谷深不可测 掉下去肯定死无全尸了 可惜喽 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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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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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谢地 多亏师祖给了他武当八宝紫禁地 玉京 这回你肯定不会死了 离开我 好 什么 老 saber 走 别回来 不oys了 我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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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巧儿 巧儿 你醒醒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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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包子金钉 巧儿 你喂我吃了是吗 巧儿 巧儿 你醒醒好吗 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给我吃干吗呀你 你怎么办呀 巧儿 醒醒好吗 你别吓我 我没你我怎么办呀 巧儿 巧儿 我一定把你救回来 你怎么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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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岂不是我的过错了 师太 还请稍安勿躁啊 可是少主 某掌门是令我们去追击蓝玉京的 家父是令你来追击蓝玉京的 还是令你来助我一臂之力的 全凭少主吩咐 文艺云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当然是带你去少林寺去找蓝玉京了 我猜 你应该比我还着急想见到他吧 彼此 彼此 巧儿 你醒了 怎么样你 我马上把你放下来 巧儿 巧儿 你没事吧你 巧儿 玉京 你不要再陪着我到处乱跑 你颠倒我都快散见了 你 忍忍啊 咱们出了伤骨 我马上帮你找大夫帮你疗伤 我撑不住了 别 你自己走吧 不 我绝对不会撇下你的 再忍忍啊 巧儿 马 马上咱们就出去了 马上 马上 好多燕子 那边一定有山洞 巧儿 咱们去看看去啊 你忍一下 马上走了 发振了吗 不是 我刘安老师 看能不能回家 我把你疯了吗 看能不能回家 是啊 不必着急 我们打个劲 歇口气再走也不迟 我们在时间上本来就不占仙计 眼下更耽误不起 时机之谬不在于仙 而是在于一个巧 少主言之有理 可是少主 我们带着东方少侠 这个样子去少林寺 的确有点招摇 这样 陆寒 你和师太先去打听打听 蓝玉京的下落 我们在四周看看什么情况 一个时辰后 我们在少林寺山门前会合 遵命 但是这个东方亮怎么办 交由我看管便是 东方少侠 走吧 大跟小姐 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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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义父和师祖都用内功救过我 小儿 不如我也给你试试吧 蓝玉京啊 你是脑洞空空身体也空空啊 白白昔武施鱼仔身体却未层 身体却没存到半点真气 老师姐 啥 老 老 老 好疼 糟了 如此下去 怕是要患 患风寒了 这刚才也生不了火呀 小儿 你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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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女儿 大大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快不休了 但我绝对不能让你伤得死 小儿 有我 我也有你 这是有毒啊 我喝了这蛇的血 对 这毒 发作得更快 这蛇蟹好像引发了我的活玩之力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炸了 我现在只能按照师祖所说的运功之法 守住灵台一点 免得失去意识 伤了乔儿 那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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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儿 巧儿 你没事吧 坚持一下 我马上给你生火 好了 我说东方兄啊 你若是肯放下偏见 我倒是真想认你做个朋友 谢了 你我道不同 不相为谋 谋家父子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功于心计 所有的行为也是光明正道 摆在台面上来说的 那你说 你父亲谋沧浪 是如何暗中勾结朝廷权贵 夺取武当的 那不过是朝廷的任命罢了 要不是你们 与朝廷权贵暗中勾结 这种好事 会落在你们谋家头上 愿只愿武当炼制的红丸 害了皇上的性命 若不是我父亲在朝中百般斡选 如今武当早已被官兵踏平 所有的弟子都得血迹先皇 那红丸是如何被换成毒药的 想必你们父子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们保全了自己的功名利路 却害死了无相真人 真是卑鄙啊 东方兄啊 你果真是个剑痴啊 除了练剑 别的一窍不通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老无相此前为了救玉京 早已身怀重伤 命不久矣 而红丸案也需要一个替罪羊 不然这朝廷和武当的颜面也不好看 老无相选择一死来拯救武当 的确深明大义 我父亲也感念在心 只是此事想不到给我父亲惹来个骂名 你们父子一手遮天 惯用这种花言巧语迷惑世人 如此卑劣行警 反倒被你粉饰成了功劳 可笑啊 东方兄啊 你也是个聪明人 你想想 若是我父亲真想灭了无相 怎么会选择在密坛时动手 那不是白白给自己惹嫌疑吗 是 是 玉京 巧儿 碧姬碧姬碧 我在呢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刚才你一直寒冷 而且 这块又没什么东西可以盖 你嘴巴上怎么那么多血啊 还不是拜这位老兄所赐啊 是吗 不是 你看 这从哪儿来的蛇啊 没想到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丫头 居然怕蛇呀 你别碰她 你离我远一点 没事 你我肚子里现在全都是她的肉 你为我吃了蛇肉 对呀 要不然你怎么那么快好起来啊 哎呀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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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刚才啊 她还特别开心的 趴在你的腿上呢 哎呀 你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你得感谢我 多亏我 勇斗怪蛇 才救了你的性命啊 不信 你看 傻瓜 被毒蛇咬了怎么能不处理伤口呢 好奇怪啊 你这伤口怎么这么快就结痂了 哎 这蛇可不是一般的蛇 刚才我跟蛇搏斗的时候 喝了它的血 没想到 却引发了我体内的红丸之裂 那岂不是会要了你的性命 是啊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呢 等我醒过来以后 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四肢百害 乌不舒爽 连这伤口都一点也不疼了 你看 更厉害的是 你看我穿这么少 我一点都不老 那也真是挺生气 快 这洞里怎么会有风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山洞啊 奇怪得很 每隔一会儿就会有风吹过来 我爷爷以前说过 若是山洞里面有风 那洞里面必定会有另外一个出口 我看这洞这么深 你有没有往里面走走看啊 刚才啊 我也是想进去来着 可是呢 一进去 火把 它就被风给吹灭了 再加上 放心不下你啊 若遇毒蛇 百步之内必定会有解药 我看这蛇很神奇 这洞啊 也很奇妙 也许洞里面有宝 对 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才行 先找找看有没有机关 好 这个凹槽 和你身上那个玄武令牌像不像 还真是啊 好 好 怎么了 一看你就没有江湖经验 万一这个地方有机关呢 如果豁然一下 冬塌了呢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好了 怎么又可以了 可以放了 女人还真是变得快啊 因为我忽然间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之前啊 我就觉得乾坤洞这三个字特别的耳熟 我刚忽然一下想到 我爷爷说过 乾卦是三横表扬 竖卦表音则是坤卦 连起来写啊就是一个封字 那这个洞就是 三丰洞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三丰洞 还有这地方 难怪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找得到 那岂不是这里面 就是三丰真人的绝学了 我猜是会有的 之前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在你刚刚要放玄武令牌的时候 我一下子想到了 乔儿 你可真聪明啊 好了 别光夸我了 赶紧的 好嘞 走 走走 走走 这洞里面还真是别有洞天啊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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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好生气啊 巧儿 咱们俩四处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贝 好 好啊 好啊 巧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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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再仔细找找啊 费那么大劲 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 会不会是我们来得太晚了 宝物都被别人拿走了 巧儿 你病刚好 又折腾那么半天 你先坐下来吧 来来来 好 我呀 我先试一下 这水能不能喝 你别动 你看那 看到了吗 我明白了 原来光照到水里面 字就会出现 看来 这字是刻在水里面的 如此蹊跷的机关 三丰老祖还真是煞费苦心哪 知其白 手其黑 唯 唯 唯天下事 常德不特 复归于无极 淳阳无极公 一字不差 这确实是淳阳无极公总纲 不过之前 无相师祖给我的淳阳无极公心法 只有下半步 实在无从练起 未曾想 真没想到 这淳阳无极公的全本 竟然藏在这个地方 是啊 好 淳阳无极公 乃武当内丹修炼至无上法门 无极公法上步载无极掌 掌法刚猛做淳阳之态 实为外公引导之术 下步载无极公 内修虚无 实为内公修炼之法 何称淳无极公 淳阳无极公自天人一时 第一时开始便以外公为引导 以实现导引内公之目的 首先打通人体死穴三十六个 活穴七十二个 至此一百零八个药还穴未打通 一百零八个药穴 可报体内内力积聚 不畏冷暖 而后打通身体四百零二个医用之穴 之后可保百病不生 百毒不侵 而能打通人体七百二十个穴位者 古今未见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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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老朽百岁之后打通七百学 自知难以寸进 遂修筑此洞 转刻公文 留于后人参悟 不过相传 若打通全身七百二十学后 则可不生不灭 与天地同手 指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之境界 这纯阳无极弓 的确与武当的其他功法不同 难怪无人能练 这道家讲究的是修炼内丹 可这无极弓 他修炼虚武 虚武如何修炼啊 不过我奇怪的是啊 这墙上只写了所记载的内容 却没有记载修炼的法门 你让我看一下你的功法 这里面除了记载一些文字 和这些符号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些符文看起来像蚯蚓一样 谁看得懂啊 师祖给我的时候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根本就没办法练 我也只能是强行 记下这里面的笔画 哇 这样你都记得住啊 嗨 我天生过目不慌 哇 不过 我也是第一次记这种 嗯 你往高了看 巧儿 你看 是这里 是这儿 玉京 这儿 找两个伙法过来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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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京 你看 太好了 肯定还有 我们再找找看 走 走 这没有 也没有 没有 巧儿 你去那边看看 巧儿 有了 玉京 来 来 好 肯定还有 再找找看 快走 巧儿 别动 巧儿 太好了 太好了 玉京 你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明白了 这三个洞里面 一个是拳法套路 一个是学位的运行图 而最后一个 则是将二者合一 目的是告诉练功者 在练习拳法的时候 如何导引内息 以达到打同学位的目的 是的 现在就已经很清楚了 成功了 成功了 玉京 你可真 你可真厉害 这拳法套路 这么快就练熟了 这拳法 真是精妙异常 你看 这天人衣食 既是启事也收事 可以周而复始地练下去 随着动作越来越快 内息也变得越来越快 等整条的经脉 已经贯通以后 就会出现新的脉络 我现在三十六个死穴 七十二个活穴 已经通了一大多半了 一大多半 那你岂不是快要达到 不畏冷暖的境界了 差不多 好烫 看来你还是没练到 这不畏冷暖 也不是不怕烫啊 照你说这功法这么厉害 那不如我也练了喽 那样等我练成之后 我们俩出了这山洞 岂不是双剑合璧 天下无敌 你 好啊好啊我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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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练了不练了 我不要练了我累死了 别呀 也许再练一会儿就会有感觉了 这是什么功啊 这么难练 我每次气运行到一半的时候 就越来越虚弱 还没有到功法上所说的穴位 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越练人越不舒服 我可是越练越痛快啊 按照总纲上面说 这功法修炼的是虚无 而我有内力 所以说这功法不大适合我 你是说得没有练过内功的人才能练 按我的意思说 我的内功啊 就相当于一个蓄满了水的水囊 而你呢 就相当于一个 只有一点点水的水囊 可是当你吃了红丸之后 你的水囊就变大了一些 然后喝了蛇血之后 就将红丸之力导入了经脉当中 所以啊 你的这个水囊当中 就会有很大的空地 恰恰这个纯阳无极功修炼的 不是水 而是这个空地 难道说 无极功修炼的是 能让我 存储更多真气的地方 也不对 无极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它可以让你这个地方 变得可以自动吸纳天地的真气 需要多少补充多少 全凭自然 那真气岂不是就源源不绝了 所以啊 我自己现在有内力 这个功法我修炼不了 你也有 对啊 张真人不是也修炼了吗 正常的修炼啊 就相当于蓄水 水越多囊越大 绝对没有空地 若真想要有空地啊 必须要自己散去功力 一般如果达不到张真人那样的功力啊 自行退功可是有性命之忧的 这种功力啊 难怪 张真人是百岁之后才打通七百学的 嗯 以他的能力 如需百岁之后才能打通 可见了 他必然是回炉重造 嗯 以我现在的内功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轻易去散我自己的内力 我还是不要练了你自己练吧 看来无相师祖虽然没有参透着淳阳无极功 可是想必呀 也知道其中的一些法门 否则也不会将这无极功传给我呀 你呀 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对呀 我是非常幸运 才得到张真人的真传哪 对呀 笨蛋 你幸运是因为遇到了我 你也很幸运呀 你像一个笨蛋一样 从武当山到这儿一直是我在指点你 你摔到悬崖的时候要不是我 你笑什么 你幸运是因为 我会一直保护你 我会一直保护你 永远都保护你 老公 你想保护我 你排第二 先练好你的功法吧 那第一是谁啊 好好吃你的蛇肉吧 第一是郑爷爷 郑大侠 等等我 等等我 你怎么做的 真是你 快�� 你快要带我 你爹就是个奸细 该死 不 他不是 师祖告诉过我 他不是 是 我亲眼所见 他就是 看 不要 不要 kiss 天地交而万物通 上下交而起志同也 乾为阳 坤为阴 天为阳 地为阴 太极往复 乾坤合意 无己不灭 生生不息 师祖 玉京已经明白心如止水了 以往我执念太深 急于去从别人口中弄清真相 反而是身陷其中 难以自拔 如今弟子会继续追寻真相 不管结果是对是错 我都会坦然面对 瘾 Quiz 喝 玉京 娘 你醒了 我这回是真的醒了 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你了 你醒了 师父 师父 本座闭关多少日了 月末半月光景 是时候了